另一方面,根据一份最新的房地产数据,旧金山都会地区的共度公寓物业管理费HOA,金额位列全国大都会地区的第二名,每月周位数为690元。 对于无法负担购买独立屋的人士,很多人会选择价格较有竞争优势的共度公寓Condo,不过业主除了要考虑长付贷款的能力,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HOA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。 而且HOA每年几乎执掌不迭,根据房地产网站Redfin发布的数据,包括旧金山和Saint-Matteo县在内的旧金山都会区, 代售的共度公寓HOA在2024年6月到8月的中位数管理费是每个月接近690元,相较之下2019年同期的中位数是每月550元, 2023年同期的中位数是每月670元,目前的数字明显增加。 即便共度公寓挂牌出售的中位数从96万元降到93万元,也就是尽管房价有所下跌,HOA却只涨不跌。 这份报告分析了全国最受欢迎的43个都会区,HOA中位数金额最高的是在佛州的迈阿密,每月为818元, 至于东湾奥克兰每月540元,南湾盛河西为每月560元,尽管比旧金山都会区还低, 但比去年同期也是上涨。湾区共度公寓的HOA费用从几百元到超过1000元不等。 房地产业内专家表示,HOA上涨的原因多数因为加州房屋保险的大幅上涨, 尤其遭到聚保的社区,HOA只能转向高额的替代保险公司购买物业保险。 其中部分例子,建筑物保险的开支一年上涨了数万元。